上個月28號檢調才大動作搜索 前立委嚴寬恆住家公司 他最終以1500萬元交保 但不到一個月 嚴寬恆就被以竊佔 未遭文書及貪污等罪嫌起訴 前方指出嚴家在殺戮跟南屯的豪宅 是違建占用國有地 之後嚴家活速以4541萬元出售 以市價的一半將殺戮豪宅賣給設計公司 但實際上這筆錢 還是嚴寬恆跟林姓員工借給Johnson負責人的 檢調認為當中涉及假交易 好 未完 謝謝 嚴寬恆寄出聲明 強調房子是私人土地 外圍的綠美化部分是國有 但有公開標租 以規定交租金 而且房屋的買賣是私權 怎麼能稱為是假買賣 任嚴慶被告 臨慶被告 利用紙物上次機會詐取財務罪 檢方指出貪污罪的部分 是指嚴寬恆任立委期間 以每個月4萬元的公費 聘請林姓助理 卻挪用公款支付 檢方和馬莎拉蒂的尾款 首位外傭薪資等等 總共榨取了108萬多元 檢方很反駁到 助理費都會進私人帳戶 而且林姓助理 確實都有在地方服務 指控檢方是參選迫害 嚴慶爾認為從高額的交保金到起訴 監方都是在為政治服務 他領表不到一個禮拜就被約談 連他的老婆都一起辦 爭辦的時間跟力道都非常湊巧 強調自己無罪將會捍衛清白到底 不讓監方以司法影響選情 今天韓清單景陳台中採訪報導